整齊花衣的行進步伐 就算轉換隊形 也不見一絲混亂 加上醒目的橘色服裝 日本京都菊高校吹奏樂部睽違一年 再次在臺灣花起菊惡魔旋風 三立新聞團隊如家專訪 菊高校吹奏樂部顧問 菅成玉以及部長中島助理 能夠再次踏上包島臺灣 除了感激更充滿期待 9號抵到臺灣後 橘色惡魔101人馬不停蹄 所到之處都用元氣滿滿 笑容滿滿 夢想滿滿的演出 回應臺灣觀眾的熱情支持 就算一路風塵噗噗演出不斷 但孩子們的臉上笑容沒少過 十一號從高雄回到臺北後 不但現在戲致快閃演出 帶給現場觀眾滿滿的驚喜 緊接著又參與北一女中 一百二十週年校慶 更和北一女樂儀 騎隊同台表演 演出行程馬不停蹄 除了希望能和更多臺灣觀眾 用音樂交流 更是要為了十四號的臺灣公演 預作準備 為了讓所有的表演 盡善盡美 舉高修還玩劇主辦方 安排的觀光參訪行程 特別留時間練習排演 就是希望能讓演出完美 回應臺灣橘色惡魔粉絲的熱情 三內新聞 魏仁君 林靜廷綜合報導